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黑洞养生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宁医生 今天我们聊聊洗澡的时候 多搓搓身体这些部位的好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是既简单又养生 第一个 搓洗夜下 疏散心火 在夜窝顶端有个集泉穴 它是心经最重要的学位 洗澡的时候 进行揉搓这个夜窝 既可以疏散心火 宽凶理气 提高睡眠质量 缓解胸闷等症状 与此同时还能够清洁夜下 冲洗走细菌分泌物 防止夜秀 第二个搓洗耳后的一封穴 一封穴在耳垂后方的凹陷处 经常揉搓这个穴位 它可以疏风通落 清理耳翘 改善耳鸣 在一定程度上 还能够改善高血压 神经衰弱等症状 坚持地按揉结合 那么持续作用三到五分钟即可 第三点 搓洗脚心再扣打 我们的脚心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咽泉穴 它是肾经的圆穴 搓洗此穴可以激发肾经的气血 激发肾气 使人精力旺盛 体质增强 还能够改善睡眠 但是也要注意 搓洗脚心要坐着搓 进防摔倒 搓洗完之后 再进行扣打这个涌泉穴 八十次 是空心拳扣机即可 补肾的效果会更好 希望今天所讲对各位有用 我们是黑牛养生馆 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林医生 今天我们聊聊洗澡这件事 先说说三个不适宜洗澡的时间点 第一个 饭前或者饥饿时洗澡 无论是饭前还是饥饿时洗澡 都容易诱发低血糖 严重的会出现休克 甚至发生危险 有句老话 饱不加餐饿不洗澡 饿的时候 身体血糖的供给量就会减少 那么洗澡在刺激身体的表层皮肤 再加上身体的运动 更加促进机体能量的消耗 故而又发危险 第二个 酒后洗澡 酒后也是不宜洗澡的 因为酒精浓度过高 会让人出现意识上的判断失误 一旦跌落水中或者是枪壳道 就很危险了 此外 饮酒后血压极容易升高 再加上热水涨或者是汗蒸的刺激 加大了脑出血的概率 故而必须十分注意 第三点 运动健身之后 洗澡 运动健身之后 由于身体出汗多 不少人都会选择 结束之后冲个凉 洗个澡 其实刚刚运动完 是不宜立即洗澡的 防止出现毛孔的臂塞 诱发风疹 秋疹的出现 其实洗澡还要注意水温 通常40摄氏度左右 此外 洗澡的次数也不宜过勤 时间不要太长 一般15到20分钟为宜 一周洗两次左右 希望今天所讲对各位有用 我们是黑牛养生馆 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大便不仅是人的排泄物 也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 如果能在上完厕所时 留意一下 相当于一次小小的体检了 一排便习惯改变 之前的排便一直都很规律 突然出现了腐泻或便秘不规律的现象 很多人以为是生活习惯或食物导致 一般都不重视 事实上 排便习惯的改变 是大肠癌的最常见症状 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二 血便 在没有痔疮和食物等影响下 突然出现变中带血 应该考虑是不是疾病引起的 不要大意 即使不是重大疾病引起 如果持续性出血 也容易导致贫血 三 大便形状改变 排便不爽 大便形状突然改变 变得很细 而且总有排不净的感觉 持续一段时间得不到好转 要及时去医院就医检查 以免耽误病情 因为解肠肿瘤变大后 就会影响排便 肠癌的早期往往很难发现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常变化时 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意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健康的身体 离开好的生活习惯 让养生与健康相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今天我们聊聊黄芪 它可是我们中医啊 最为常用的中药 有生黄芪和致黄芪的分别 它呢 性温胃肝 首见于啊 神龙本草经 把它列为上品 它最厉害的功效啊 就是补气之功 固有啊 补气诸药之罪的这个美称 具有补气固表 利尿 脱毒 排农 脸疮生机的功效 它适用的人群呢 也较为广泛 我举几个例子哈 第一个就是气虚体弱的人 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啊 是较为多见的 比如哈 经常性的 乏力少气 懒言 倦怠 总是浑身没有劲 给人一种啊 就是病痒痒的感觉 第二点 高血压人群 这类的人群呢 具体来说是指上的 虚性的高血压 是由于体内啊 阴部脸阳 阳气抗胜所导致的 中医通过辨证进行调治 一旦是实症型的这个高血压 就不建议用黄旗了 别再发生危险 第三点 就是糖尿病患者 那么现代医学证明呢 黄旗具有调节血糖 进而防治糖尿病的这个作用 最好用的呢 是生黄旗 因为啊 治黄旗呢 是由蜜来跑制的 在某些情况下 反而不利于降糖 第四点 肝不好的人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啊 黄旗呢 还能够保护肝脏 防止啊 肝糖源减少 故人呢 肝不好的人呢 也可以尝试用一用黄旗 黄旗虽好啊 也不是所有人 都是可以喝的 建议呢 最好还是在 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感冒发热的患者呀 湿热 以及热毒赤肾的这个患者呀 以及对黄旗过敏者 是禁止使用的 希望今天所讲 对各位有用 我们是黑牛养生馆 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 评论 我们会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黑牛养生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林医生 今天我们聊聊 女子的子宫 她可是啊 女性独有的器官 起到孕育胎儿的作用 其实呢 从女人的这个面目 就可以观察 子宫是否健康 我们呢 来讨论一番 第一个 女人开始长胡子 我们都知道啊 正常情况下 女人呢 是不会长胡须的 只有男人呢 她才会长胡须 而在生活当中 如果女性朋友们发现自己 突然长出了一些小胡子 而且呢 很密集的话 很可能就是啊 体内内分泌失调 所导致 雄激素增多 雌激素呢 减少引起的 通常啊 和妇科的疾病有关系 如月经不调 宫颈炎 卵巢的病变等情况有关 第二个呢 就是上眼碱发肿 尤其是啊 第二天清晨 醒后发现 眼皮肿胀 不容易消退的这种情况 我们中医常常认为啊 它跟脾肾阳虚 阳虚不能够化水 导致水眼内停有关 那么尤其是肾阳虚 肾呢 还主胞胎 也就是我们的子宫和胎儿 故而啊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也不要忽略子宫 那为了保护子宫呢 建议大家 适当多喝 桂圆茶 桂圆本身呢 就具有温精通脉 补血暖宫的功效 可以啊 从经前的七天 或经型的第一天 开始饮用 长期坚持 可有效的预防 腹尸的疾病 宫颈癌等等 那对女性朋友们的子宫 也是大有弊异的 希望今天所讲 对各位有用 我们是黑牛养生馆 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 评论 我们会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黑牛养生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林医生 今天我们聊聊 睡觉的时候啊 哪些疾病是最容易出现 而且呢 此类疾病还会有相应的表现 这样啊 及时发现 及时治疗 避免发生危险 第一个 就是这个睡觉时候啊 头晕头痛 通常情况下呢 头晕头痛啊 跟我们的血压有关 无论是低血压 还是高血压 都容易出现此类的表现 动脉周样硬化呢 也容易在夜间出现头晕 如果这个斑块破裂 血液中啊 最容易形成血栓 诱发心梗 脑梗 尤其是在夜间 悄无声息的时候啊 发生危险 还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呢 提高警惕 至关重要 第二个 睡觉的时候 腿抽筋 估计大家呀 都有过这种 晚上睡觉的时候 突然腿抽筋的这个经历 我们呢 把它叫做肌肉症挛 常见于缺钙 除此之外呢 身体的过度的疲劳 受凉 睡觉姿势压迫 血流阻滞 诸如啊 腿部的静脉曲张 或者是动脉硬化等等 也容易诱发腿抽筋 所以啊 我们平时要适当的多吃 含钙质维生素 矿物质丰富的食物 还注意啊 小腿的保暖 避免呢 过度的疲劳等等 第三个 就是夜间睡觉 倒汗 可别小看这个倒汗 尤其是成年男性朋友们 和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 是最为常见的 我们中医啊 常常认为 是阴虚火旺 虚火 肩着人体经验 所导致的 西医医讲呢 人体的内分泌失调啊 夜间的低血糖啊 结核病啊 等等 都容易出现 此类的表现 那么建议呢 还是及时到医院 进行检查 虽然呢 只是睡觉这么点事 我们也得注意 这样呢 才能防范疾病 希望今天所讲 对各位有用 我们是黑牛养生馆 有问题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 评论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回复您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